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好好聽的聲音對不對 偶爾炸一下 肉丸子來吃也是蠻好的 不過我還是要用煎的喔 不是用炸的 因為用炸的油會用的太多了 然後不知道要怎麼辦 這是我們的碧起再加上絞肉 還有薑泥 黑胡椒 然後一點點紅蘿蔔跟鹽 這樣就可以了 碧起要把它洗乾淨 因為它上面會有土 碧起吃起來會有水梨的感覺 脆脆的 但是記得碧起不要生吃 因為它長在水裡面有土 所以會怕有一些微生物在 要把它煮熟 削皮的時候看到 就是把它頭跟尾稍微削平一點 然後把它旁邊順著旁邊 然後用我們的削皮刀去把它削乾淨 這樣就可以了 碧起削完之後呢 你可以浸泡在水裡面 然後併在冰箱 大概三四天五天左右 所有都沒問題 這當中我有換水 然後記得你是用乾淨的水 過濾過的水 或者是煮熟的水 這邊看到的是碧起肉丸子 合作社一包的碧起大概半斤 所以我就對一比四 碧起半斤的話 四三十二就大概兩斤的絞肉 薑泥一點點紅蘿蔔 紅蘿蔔就大概用個半根 然後還有鹽跟黑胡椒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其他複雜的東西 但是這樣做吃起來真的還蠻好吃的 所以很鼓勵大家也都可以一起跟著我來試試看 剛才的鍋子啊 大家應該都有注意到 其實沒有用很多油 但是你用一點小技巧 讓你的肉丸子靠著鍋子的旁邊 然後利用鍋子的傾斜度去煎肉丸子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我是曼妮 我們下次見掰掰